我现在是在湖南长德 从张家界的池里 坐火车到的 上车的人和下车的人都很多 就是这辆绿皮火车 石发站是淮华站 终点站是上海 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住宿还没定了 准备出床之后 找一个小女馆 看看能不能找到 30到40块钱左右的 这边大包小包的 淮华到上海了 现在是9点28 对面也停了一辆绿皮火车 第一次来长德 这边抽到呢 这边抽到呢 好 长德欢迎您 你那个房间安静不 安静安静 这安静就行 我家里 王八上的挑战我都不要的 哈哈 他们一个人 一个人开房 好 他说 看这东门桌菜还是南丹桌菜 我当时再看吧 我也不是黑木鸡 反正你卸了资料行再说吧 好 你一事要认真之前退房的 一事要认真 哦 好好 多睡好 走车的人辛苦了 今天的生意 我的生意都不好做 我高兴点 那确实 今天麻烦的还 能够坚持就不错了 能够维持 那些酒店都是可以去的 对 没的都要人流量的 嗯 那这个火车 清车了 还没得开流量 没得来做 搞没的都不热了 那确实 不玩过来 餐馆 都不行 对 这样就在摩天厂 哦 好 稍微安静一点的房间 好好好 请多一点 夹开门 是 哦 好好好 看看你有了 好 好 谢谢 WiFi 你没有收到 你吗 那我先 你给我张网好吗 哦 好好好 好好 就那个 那个 那个张网 看清楚就好 好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好 刚刚那已经 是把这个住宿搞定了 这应该是老板和老板娘吧 两个 我的包 因为我是属于长刀的 所以中途呢 也就是说的长刀话 这空调 对半的 我也是见过很多次了 看他是不是隔成 说话是听得清楚的 但是怎么说呢 如果说 对面的人 数字好 不怎么吵的话 那应该也是 是可以住的 主要是希望他晚上不要再有什么其他客人过来了 给大家看看这个房间吧 这个房间是 应该是一米三左右吧 这个宽度 一传这个被子 一传这个被子 到时候我用我自己的这个被套套一下 一个很小的房间 然后这里有这个拖鞋 这边有这边送了一包洗发神布浴露 这边插座还是可以的 有一个 镜子 门是这样的 我也没有要钥匙 将就一碗注意一下吧 这里有一个电视机 反正也不会用 看一下洗手间吧 洗手间 稍微有一点破烂 这里可以洗澡的 从这边整体来看一下 整体上来说这个房间还是挺干净的 没啥别的 扣鞋拿出来 然后 衣服 把他戴着口罩 传单 这两个 套一下 好 被子已经套好了 整套我就没有套了 给大家看看这个价格 现场付的 40块钱 在那个火车站 就和那个老板娘躺好了的 我刚刚铺了一下 全部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时间半的 准备洗漱一下 睡觉了 其实刚刚在下火车站的时候 我也没和那个老板娘躺多少 反正就是 在那边就已经决定了吧 也没管这个房间 好坏 就 决定了 因为 好不好 反正也要住 因为他毕竟 男老板吧 用摩托车把我 拿过来的 不住也不好意思 所以说是很为难 骑虎难下 没选择 因为别人毕竟很热情嘛 也不好 就是说 再拒绝 对不对 好吧 就先就一晚上住一下 最主要就是这个 如果没人住的话就会 比较好 如果有人住的话就可能不太高兴 就怕晚上到了十一二点钟啊 还在那课 只能是 祈祷吧 跑刚刚的已经是退了这个房价 其实说实在的昨天晚上真的很无语的 凌晨三点钟 有客人来了嘛 那个客人又洗澡 然后又看电视啥的 反正就是非常的吵 因为那个墙是木板船嘛 木板的不隔音 所有灯 所以我真的很崩溃 而且早上呢 他六点钟 又开始在这里 想 感觉他晚上一直都没有睡 所以我真的很崩溃 待在这个房间之后 以后反正如果说是入住的话 还是要今天看一下房间 然后再决定 因为昨天晚上 那个老板娘刚开始说 说五十块钱嘛 我也 五十块钱嘛 然后我就给他还了一些价格 四十块钱 看到人特别的好爽 然后 我也就带到房间之后 我也就不好意思再退了嘛 所以真的是有点崩溃 不过这个老板娘的人挺好的 还有他们的这个卫生啊 程度还是 对得起这个四十块钱 但就是说这个 入住的这个客人啊可能 有些时候 有些提高吧 昨天晚上呢就将就住了一个晚上 不算 只能是这样子的 现在刚刚退完房 好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